你现在怎么办 现在有个机会 你遇到阿弥陀佛了 你要一心能够听阿弥陀佛的话 以阿弥陀佛的教会式去去做 放下万别 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你的罪业全消掉了 阿弥陀佛就能夹得上 佛是大慈大悲 不施业人 但是有条件 你一生的罪业佛加持不上 你必须把那个罪业洗干净 佛就加持得上 怎么洗法 幸运迟迷就把罪业洗掉了 那用真诚心 一生佛号灭巴尔 八十一戒 生死重罪 盈阔法师念了三天三夜 把他的罪业洗刷掉了 佛陷阱 不是佛不陷阱 是我们自己有业障障碍着佛 佛陷你也看不见 你的业障没有了 佛先生你看见了 是这么个道理 我们才知道 念佛是大死应 没有比这个更殊胜 干什么样的大死也 比不上关其门的念佛 念到发习充满 你才知道 世间什么样的落去 比不上你 跟一切众生相处 比不上分享无量手机 大家怕我好像每一天 讲四个小时太累了 他不知道 这四个小时多快乐啊 叫休息 休息苦啊 受苦受难啊 讲经真真相守啊 你没入这个境界 入这个境界 你就晓得 奖金得三宝加持啊 但农天忽悠啊 业障化解了 智慧得能提神了 他怎么会不落啊 啊 跟世界完全相反 那那么这就一类种事 他错了 他认为西方之落 比不上天界 我刚才讲 你们想想 对不对 西方之界之落 是什么落 那个落 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 不是外面 是发习充满 是孔子说的 学而实习之 约不宜悠乎 约是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落 从内到外 落呢 是外面的感受 唱歌跳舞 外头的感受 外面的刺激 外面这个刺激没有了 落就没有了 那个落就像 西土 大麻飞 那种路 真正之路的时候 是从内心往外涌 像泉水一样 自自然源流露出来 如是 虚妄分别 不求生净土 不知修善之福 世间人造的我 我 善也是我 我 为什么说善也是我 善是有条件的 满足他的欲望 他在干 于他的欲望 有损害 他不干 这个善是为善的 善是加强你的我 错了 虽得身天 但天寿静后 任夫 轮回 这两句 要记住 天上寿命长 再长 想得尽 想尽了 怎么办 想尽了 上不去了 为什么 负想尽了 负想尽 剩下什么 剩下是罪 那罪一孽 就没出头来了 那就往下堕落 这叫六道轮回 这是 这一类的世界人